肺癌是香港的頭號殺手 每年的個案在香港大約有4,800多宗 每年都有3,800多人因為肺癌而沒有條命 肺癌的成因有很多 有空氣污染,有輻射影響,有遺傳,有基因的特變 最要為人所知的就是吸煙 吸煙產生肺癌,眾所周知 很多國家也有臨場研究 吸煙的尼古丁有60多種致癌物質 吸煙的時間和吸煙的數量是直接與患癌有很大關係 近年也很流行說可以用電子煙 但其實電子煙經過一些研究分析 其實一點都沒有減低患肺癌的一些風險 所以這是一個誤解 肺癌方面早期是以手術和方式的治療為主 但很可惜很多病人一發現的時間已經是中晚期 不能夠根治 在這些情況之後大多數都要製作藥物 但幸好一班醫生和科學家都很努力地 在近年裡面發現了很多新的治療方案 有化療、標靶治療、免疫治療 醫生就會按病人的情況作出一個個人化治療 來優化病人的生存時間